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是文 我們今天來到島根縣的松江市 要來介紹國寶松江城 我們首先從松江城外開始逛逛吧 在我身後的就是在四百年前 建立了松江城還有開拓整個松江地區的絕尾集情 松江城算是一個觀光景點 但是所拜訪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可以悠行的逛逛看看 覺得自己的酒吃 腳踏出在這裏後面的城牆 有一塊石頭石的愛心情賞 讓我歡迎 Osaka 這邊是鬆江城旁邊的鬆江神社 這原本是為了讓天皇來訪的時候 可以在這邊居住的新雲閣 但是後來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天皇並沒有來喔 這裡就是鬆江城的天守閣了 像鬆江城一樣的木造城牆 到現在總共有12座 那其中有5座被指定為國寶 鬆江城就是指中的一座 現在進到鬆江城的裡面囉 我們現在在鬆江城天守閣的裡面 然後這裡是第下一樓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啦 就是我們剛在外面看到的城牆 前儲水的地方 然後這個井啊 有24公尺深喔 鬆江城會不會指定為國寶一個關鍵就是這個祈禱牌 那因為它上面有寫上建立時候的年份 所以就確立了鬆江城400年度歷史 但是呢真的還假的 是複製品 因為呢真的太珍貴了 一年只能展示60天喔 那鬆江城的柱子的做法蠻特別的 它不是一塊大的木頭 它是有很多小小的木頭盒在一起 所以你看這個 或是像這個 它是把木頭定起來的一個工法 鬆江城的除了城池本身以外 還擺了很多歷史 我們給人家參觀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雕像是第3代統治這個城池的松平執政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叫落石窗 就是說為了擊退敵人會從這邊丟小石頭 或是潑熱水下去 就是從這邊丟下去啦 那鬆江城會成為國寶的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它的建築工法 給你看看它梁柱的擺設 鬆江城梁柱的設計啊 透過在四層四角的防梁放柱子 用橫向去分散負荷之後 再傳到樓下的工法 是相當特殊的喔 我覺得鬆江城啊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裡面的每一層都可以參觀 而且它有放置不同說明的重點 然後讓你可以體驗一下 在頂樓往外看就可以眺望 鬆江市區的景色 從天守閣的南面看出來 有一個重點就是可以看到 島格縣麗的美術館 那它的設計呢 是長得像一個調色盤 非常有特色 以上就是鬆江城的介紹喔 我是維恩 我是寶波 大家下次見 掰掰 站在下面 我把它找到 買吧 我把 我可以在家裡 吃起來 也可以吃 這票 吃起來